你PCR也陰性 快篩48小時也陰性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直接自由的進出可能到歐盟 那他們政府上會可能這些國家呢 剛剛的前一張的那個底下的 這些你可以看到他發生率 剛剛X走的地方 他發生率比較低的就是這些國家 那他